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了60%以上 而在温度的部分 当然就受到了一些些压抑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21到24度 而中部地区是25到27度 南部地区是24到30度 东部地区是23到28度 澎湖地区是24到26度 那么北部地区全天都是舒适偏凉 而中部地区在中午前后会是偏闷热 这个情况要注意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宜兰 花莲23度 台中25度 台南 高雄 台东 澎湖都是26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是跌多涨少的 那么现在要注意的是市场的风向 出现了一个比较剧烈的变化 那么相对于通货膨胀 更担心衰退 所以昨天其实美股开低 曾经一度的时候 不管是四大指数都是重错的 不过只有道琼出现了拉尾盘 因为它的这些重量级的金融股 那么这些相对而言 是表现的比较强劲 道琼公益指数小涨了48点 收盘指数是31928点 涨幅0.15% 不过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 跌幅就重了 大跌了270点 收盘指数是11264点 跌幅高达2.35%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32点 收盘指数是3941点 跌幅0.81% 费层半导体 则是重错了71.38点 收盘指数是2827.05点 跌幅2.46% 虽然美股大跌 但是有科技类股的大跌 但是美股现在盘后的电子盘 反倒是上涨的 好那么受到了美股 这个跌多涨少的影响 台股的ADR 也是跌多涨少 排气链的ADR 大跌了3.04% 而鸿海的ADR 上涨了1.66% 月月光的ADR则是下跌了2.24% 联电的ADR下跌了3.74% 中华电信的ADR小跌了0.05% 那么台指旗的夜盘呢 没有跌反而涨 我觉得反映的是昨天台股的下跌呢 其实已经反映了今天美国股市的下跌 我们等一下会为大家说明啊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的部分 纽约银油期货价格是下跌 但北海布兰特原油继续的上涨 那么纽约银油期货价格呢 是下跌了0.5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09.77美元 跌幅百分之0.47%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则小涨了0.1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13.56美元 那么涨幅百分之0.12 之所以呢会出现这样的两样情形 是因为在美国内部呢 已经出现了要求美国禁止石油出口的呼声 能源消费者就主要是一些工业生产者呢 那么现在呢 那么成为一个游说团体 然后向美国呢来游说 那么现在美国的能源部长呢 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说 拜登政府有没有可能限制石油出口 来抑制汽油跟柴油的价格 他回答说 总统不会放弃任何可用的手段 好 所以呢 纽约西德州原油反映的 其实就是美国自己内部的原油 如果它不能出口的话 当然会压抑西德州原油 但是呢 就国际整体趋势来讲的话 北海布兰特原油还是在小涨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农粮价格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价格呢 上涨了6美分涨不0.36% 那么至于在小麦跟这个玉米的部分呢 则都是下跌的 芝加哥小麦期货跌了2.98% 芝加哥玉米期货跌了2.07% 那么在黄金的部分呢 因为受到美元指数也下跌 美国时间期供债殖利率也下跌 所以呢 黄金呢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 上涨了17.6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865.40美元 涨幅0.95% 而白银的期货呢 也上涨了1.57% 不过铜的期货呢 跌了0.93% 把金的期货则上涨了1.01% 另外我们来看到美元指数呢 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呢 下跌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一方面呢 是因为美国已经开始出现 担心衰退 而是不是应该让联准会的升息速度 在下半年减缓的声音 那第二个呢 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 欧洲呢 也确定了7月要升息 甚至于在9月的时候 要结束负利率 所以呢 欧洲急剧的开始改变 它的货币政策呢 这使得欧洲跟美国的这一个货币政策 开始拉近了 所以欧元转强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美元指数呢 下跌了0.3% 来到101.77% 创下了4月26号以来的新低点 那么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事报百股股价指数下跌了 29点跌幅0.39%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105点 跌幅0.66%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了255点 跌幅1.8%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那么首先呢 其实昨天呢 之所以从亚洲股市 然后呢 一路的跌到了欧洲股市 跟美国股市呢 是因为Snap 它是一个重要的社群媒体的公司 它公布了它的财报 而且呢 它在公布它的财报的时候 也提出了获利预警 它的预警内容呢 其实Snap本身并不是一个最大型的公司 但它预警的内容呢 让市场加深了衰退的疑虑 它是说呢 因为总体经济的环境进一步恶化 而且呢 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来得快 所以他们要调降未来的财测 那么同时呢 他们也提到说 Snap公司呢 跟其他公司都面临到通膨上升 利率上升 供应链短缺 还有劳工干扰 意思就是缺工的问题 还有平台政策调整 平台政策调整 当然主要是在网路平台的相关公司 但是前面提到的 在总体经济环境上面 通膨利率 还有供应链短缺跟劳工这件事情呢 那么使得呢 Snap的股价呢 雪崩了43% 也影响到了其他相关公司 比如说像Twitter 也大跌了5.55% Meta也大跌了7.62% 而这个Pinterest呢 也大跌了23.64% 所以呢这个其实从昨天在美股的盘后就已经出现 因此影响到了亚洲股市 然后再影响到了这个欧洲跟美国 那么联准会呢 是不是也因此风向开始出现了转变 原本的鸽派呢 开始回头应该要顾经济发展了吗 这个呢是亚特兰大的联准银行总裁Bostick 他呢就提到说6月7月当然应该再升息 升息两码 这个他态度是没有变的 但是那么是不是等到两次升息完了之后 6月7月升息完了之后 到了今年秋季的时候 联准会也许需要暂缓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来评估呢经济的最新情势 而另外呢这个坎萨斯州的这个联准银行总裁 乔治呢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6月7月升完息之后呢 他认为那么这时候就应该 这个利率就会调到2%了 这时候他认为应该就可以为 之后的政策改变来预作准备了 好那现在是升息嘛 那政策改变当然就是要降息 好所以呢这一些呢 都是使得这个这个衰退的疑虑上升 但是呢也使得美国不会再 一直升息到年底的预期升高 这点呢我们就看到美国的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已经下滑到了2.754% 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下滑到 2.481% 而美元指数呢也一口气大跌 来到了101.77% 好那么昨天呢提出来的经济数据 也确实让人担忧 包括了新屋销售呢 月减16.6% 而另外呢在经济数据上面啊 那么包括了欧洲跟美国的 PMI采购进人指数呢都下滑 当然都还在景气融枯线50之上 所以都还在扩张期 但是呢包括了制造业跟服务业 那么都比前一个月再下滑 美国的部分呢是从4月份的56跌到了5月份的53.8% 服务业的部分呢也从上个月的55.6% 跌到了53.5% 那么这个制造业部分从59.2%下滑到57.5% 欧元区的情况也是同样的 那么制造业的部分呢 它下滑的速度比较快 55.5%跌到了54.4% 那么但是呢服务业的部分呢 则相对比较平稳 从57.7%跌到56.3% 那么这个包括了新屋销售减少了16.6% 然后PMI数字往下调 还有包括了这个Richmond联准银行呢 它的制造业指数不但比前一个月大减 而且比预期减少相当的多 前一个月的数值是14 现在呢最新的数值是负的9 所以呢这一些都显现出来 升息过快是不是已经扼杀了经济 好所以呢 这个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得主 斯蒂格里兹 他也是支持民主党的 长期的 那么斯蒂利夫斯呢 他在这个达沃斯呢 参加这个WEF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呢 他认为透过升息只会扼杀经济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解决通膨问题 相反的他反而会呢 造成更大的困难 因为大家就没有办法去投资 没有办法去投资呢 就没有办法增加供给 所以呢斯蒂格里兹呢 表达了对于快速升息的反对 这会不会改变联准会的政策值得观察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虽然我们看到SNAP的预警 导致了这个科技股的大跌 可是呢 根据这个Washington Service呢 所汇整的资料 那么这个月以来 已经有超过了1100位的 美国企业的主管 买进自家的公司股票 所以呢 是不是意味着公司主管 已经觉得他们的股票 跌到了低点了 那么这一点呢 可以再观察 好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俄罗斯他昨天呢 出手松绑了出口商的外汇管制 因为战争之后呢 他受到了这个制裁 然后呢他就把出口的这个外汇呢 那么管制就是你出口赚到的钱 80%要换成卢布 那现在因为卢布呢 相对于战争之前 已经升值了三成了对美元 所以呢 他们放松了这个管制 然后呢将这一个80%降为5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部分 那么昨天呢瑞士银行呢 再调降了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 年增率呢 调降为3% 从原本比4.2% 下调为3% 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预测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因为中美之间呢 现在呢 过去是中国大陆的 这个债券的利率 是高于美国 现在是变成了美国 高于中国大陆 所以呢 外资狂卖人民币的债券 从今年2月开始啊 那么就改变了 从2018年以来 只有卖超而没有卖超 但2月之后呢 2 3 4月连续 三个月卖超 669亿 982亿 881亿 那么合计卖超的额度呢 其实已经超过了2000亿人民币 那5月呢 估计至少也会卖超 100亿人民币 上个礼拜呢 共同基金的部分呢 就失血了23亿美元 好 这个呢 外资的 这个在债券市场的大逃杀呢 很值得注意 那么但是呢 中国大陆呢 要抢救经济呢 昨天呢 再推出了 包括了 就是要 在对于汽车的部分呢 减征购置税 而且不限于新能源车 还包括了汽车 就一般的燃油车 那么 这一个消息呢 出来了之后呢 电动车反而是下跌的 因为之前已经反映了 这个利多消息 结果发现说 不是只有新能源车享受 原来燃油车也可以享受 所以呢 汽车类股 反而是大跌的 好 我们看到陆港股的部分呢 昨天呢 其实就因此而大跌 包括了 snap的消息 也包括了 汽车税的这个消息 张震中和指数呢 大跌了75点 双盘指数是 3070点 跌幅 2.41% 深圳城市也大跌了 382点 收盘指数是 11065点 跌幅 3.34% 香港恒生指数 也跌了 357点 收盘指数是 20112点 跌幅 1.75%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昨天呢 开高 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大跌了192点 收盘指数 15963点 跌幅1.19% 成交金额是 2079亿元 那么 外资是站在卖方 不过呢 最值得注意的是 四大基金呢 他卖操了 台积电 联电 还有贸联KY 智邦等相关的 这些电子雇 那么是 是不是一些讯息 值得关注 另外呢 台股的指标 一些金融指标 不管是股价指数 或者是成交量 都萎缩 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呢 散户代表的 4月份的证券划拨 存款余额 上个月 骤减了945亿元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节目先